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很用这种很柔的感觉去唱歌 突然很有力量 刚开始确实抓不到 也是付出了一点这种劳动的 但是很有成果 刚才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 我就有点被我自己感动了 我觉得突然我很释放自己 平常可能那个我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平常大家总说 分这样的歌手那样的歌手 其实我想说的是 并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技能 只是我们在从事音乐的当初 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风格 真的很感谢蒙面唱将这个节目 挺过瘾的 谢谢 首先我觉得蒙面唱将选择的歌手 一定是有实力 而且是对大家很熟知的 如果不熟知的话确实猜不出来 所以我也很感谢蒙面唱将能够 邀请我来看大家那个节目 他们是对我的认可 这个舞台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它证明了我是可以唱摇滚的 所以我想在今后去尝试一下 一些略微有节奏感 摇滚的歌曲 文化是需要你去碰撞的 新的文化是需要去凑掉的 然后也需要你去发现 当然发现当中也是有冒险性的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 是能够接纳这些东西的 谢谢